因為沒有分到 所以這個很完整的將南地這九個支派的情況呈呈在那裡面前 所以這裡完全把將南地九個支派的情況呈現在 知道嗎? 戴國的情況就是由南面最成功的留大支派 從南面最成功的留大支派 甚至約生就是留大支派 就是留大支派 就是留大支派 都最差的留大支派 到最差的最大的支派 如如第一章第十九節 我們可以在本地一章四十節 留大支派要成功的 留大支派可以說是成功的 但十九節這樣說 十九節說 由大與留大同在 由大就趕出山地的居民 指示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 只是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 因為他們有錢 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最好的 是由大與留大同在 由大與別人最成功的 由大與留大同在 由大與留大同在 由大與其成功的 但尚有鐵車 平原不留 這是往生 但還是因為有錢 而且是平原的功能趕走 然後俱攻最後 戴之派 最後拜本之派 三十四節 一章三十四節 一章三十四節 他说阿波里人强迫弹人住在山地 不容他们下到平均 有两个类似的地方 最先的犹大 最后的弹 都住在山地 不能下到平均 犹大叫成功 犹大叫成功 弹就是最失望的 弹就是最失望的 为什么 因为19节犹大人主动做的工作 因为19节犹大主动的 但34节 阿波里人都主动的 所有人都主动的 要同一个人外方人身的主动 不许他到底的人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所有的领事的人 所有的领事的人 没有一个支派能够完成在人面前所欲的 没有一个支派能够完成在人面前所欲的 造成他应该做的工作 完成他本来应该完成的 所以你只要一个名字就贴 第二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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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当时与这些地的居民立约 以色列人与这些地的居民立约 是什么同事呢 什么同事呢 不守信的约 不守信的约 第一句话 然后跟当地居民立约 跟随话 接着 他们的祭坛 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 为何这样行呢 简单说 以色列人 你当地人一起同化 你当地人同化 现在第二句话 第二句话 他拜他们的众训 他们拜拜他们的众训 真正能够 从以路开始 从这里开始 得罗到以色列人广告 以色列人广告 他们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耶和华神 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耶和华神 不过 他们在耶和华神之外 要加多个其他偶像 要多加其他的偶像 甚至是因为有所认为所办的偶像 就是耶和华神自己 不议之 话说 他对神不是完全无心 他不是对神完全没有了心 他自清都是上帝的芝麻 他们是当地人生上帝子的意 但是 他们不是全心全意 他们是全心全意的神 以色列人 他和当地人 纳约 以色列人的当地出的预约 生活被同化 生活被同化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然后 他们 没有插毁 他们在制下 反而将偶像 成为他们的神 他们又拆毁 他们的其他方 偶像成为自己的神 这是第二个 谁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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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根 什么是根 究竟 那么多利益 妥占 合作 只能 扮偶像 你的根源 至于帮别人同性合作 是根源 还是扮偶像 才是根源 或者所谓的 说得比较稳性一点 讲得比较人责心一点 我们生活上 不能够以上帝为宗室 他和我们生活上 都能以上帝为宗室 然后有拜法上 然后又去拜后相 即将其他的法件 取代上帝的位置 用其他的事物取代上帝的位置 或者用以色列人的情况 他不能完全将神作为神 不能完全把神使为神 除了神之外 以加准其他东西 要加上其他的东西 好似偶像他那样 像偶像这样 见到他心灵的故事 站着心灵的高位 谁是根 谁是根源 什么是根源 什么是结果 神经多次得到 很多次能够 因为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出现问题 所以他生命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生活就会面对 在罗马书第一章里 将这个事物得到清楚 罗马书第一章讲得更清楚 他说上帝的真道 能够不前不义的真相 上帝的真道 应道不前不敬的人 什么叫不前不义呢 不前不义是什么意思 不前就是前准对上帝的意思 不前是要前准的面对上帝 不义是包括了对人的相处 一些不义的事情 不义是人相处的不义的事情 罗马书第一章讲 他们就将所从之物 变成狗像英伯 这个是根 这是根 然后任凭他们到的败坏生活 这是我 这是我 这是属性的原则 这是属性的原则 任何时代都是这样 是先不义上帝为上帝 首先不义上帝为上帝 然后跟随身的顺利 然后生活上帝 然后生活上帝 就任意而自 这意思是人来说 这意思是人来说 这个当地人立约 他是北地人的约 通分 通分 放弃了他们上帝这份应用的生活 放弃上帝子民应用的生活 但是我们面对这个社会上的问题的时候 今天面对社会上的很多问题 我发现就算在教会 在神乐界 在基督徒当中 也有很多问题 我发现在教会神学界 基督徒当中 都有不同的一些 可能有些人连接触 可能有些人连接触 有些人连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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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连接 有些人连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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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连接 他看到你怎样处理问题 应该有去表达和行动 有没有从神的角度 圣经的教徒来看 我们应该怎样的回应这样的事情 这个世界同化 这个世界怎样做 然后怎样做 还是你对世界所同化 世界怎样做 你就怎样做 当基督徒回应这问题的时间 我要注意大家分别是什么读 基督徒回应这些问题的时候 最大的分别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刚刚见到 我觉得他这样对 所以他用一切的手段达识我的理想 如果说这是对的 所以我用任何的手段达到这个目标 这是是不是去责备的事情 哪是一切的观众部 让我奉你一样 哪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的人任地而行 个人承论自己的话 我认为对的任何的事情都可以做 一兄姊姊姊 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 不过我们有同一位的上帝 上帝怎样吩咐我们怎样回应 耶稣的网友是怎样的 耶稣的网友是怎样的 面对时代多不议的事情 我们又怎样回应 面对时代无意的事情怎样回应 而太独应该怎样的 太独应该怎样的 我猜这是整个处理问题的关键 我想这是整个处理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以色列失去对这个时代拥有的责任 是因为他先被统化 因为他们被统化统化的根源 统化的根源 因为他们不以上帝为上德 因为他们不以上帝为上德 你知不知 这种自明 天祭 献祭 诸一座的坛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是宣示上帝这个地方的主权 宣示了神在这个地方的主权 我再一次用上帝的方法 在这个地方跟这群居民来相处 弟兄姊妹 面对时代众多人 很多讲庭的坏 如果妥协 如果你们全身主以上帝为上帝的话 若全清权义与上帝为上帝的话 我们就会任地而行 向事实取来说 相反来说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谈谈 首先回谈 你做回谈 百分之百以上帝为上帝 如果没有百分之一百人以上帝为上帝 我们都要回谈 如果问题的处理问题上面 我们不以上帝为上帝 如果很多时处于问题 不以上帝为上帝的话 我们以社会标准 我们用社会标准 用自己的标准 用自己的标准 用回谈问题的问题 我们要回谈 接着我们的谈制 接着先做中作亚 做一座谈 表示上帝在这里 表示上帝就在这里 你知不知道 我们面对一个无用的时代 我们面对不容易的时代 社会上 社会发展到的分码 很多的分码 但是我无论的 我无论的 但我无奈地做 其实是因为你做不得的 其实是因为兴起了很多人 在政权上 在政治界里 在不同的政治团体上 在政治部门里 政府部门里 我无数 我不是说 我无数 有很多很多好的基督徒 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 为什么要为神工作 他们都可以为神工作 很多基督徒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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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立法会有很多基督徒在一起 似乎很难有人在 包括处理之下 用神的国度去护养问题 但是很难在第二个属性 有人尝试用神的强度 去回应问题 引力界 引力界 有不少基督徒 但我想问 基督徒的影响力 在引力界当中发生多大的作用 如果能够帮助他们 不会走得太差 就已经说是理想的 但整体上去没有整个 怎么会带来 那么大影响 但神的引力界 又带来多大的影响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没有问过 神的心意 到底经验和基督徒 在引力界当中 会产生什么作用呢 神的心意到底在 引力界当中 献取基督徒有什么作用呢 教育界 教育界 可能更多基督徒 神没有更多基督徒 在那里面 这种学校当中 可能不少基督徒老师 神有不少基督徒老师 甚至基督教的学校 但我们会问 要读基督徒比较大帮助 在教育界 对整体社会上 对整体教育界 发生了什么作用 发挥了什么作用 我们不会被准化 我们是否被准化 我们会不会有阵子 好像要读基督徒的方法处理 有着我们像用基督徒的方法 有着我们不耐用社会的方法处理 有着我们不耐用社会的方法处理 如果这样 其实我们会不会是事实的一样 我们就跟词诗时代的人一样 大专堂上 大专学科 我们教会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教会面对严重的问题 今天的年轻人 今天的年轻人 很多统币里面 在众多的统币里面 在教会的人数 最小的比较上最小的 这教会人数 比较上最少的一个群体 根本教会年轻的工作 一般教会年轻人的工作 精神工作 精神工作 面对大家的全 没有很多大专的我们的同志们 很多大专的弟兄姊姊 他们面对很大的天赤 面对很多大专家 教会面可能告诉我们 同运是不对的 同性的运动不对 但在大专家里面 在国室上 在教室 在很多其他的博物动上 刻外活动上 面对很大的大专家 在那里就是什么 我想问大专家 我想问大专家 能不能够 足几个人的集团 能不能够 能不能够宣示上帝的主权 不可以宣说 能不能够宣示上帝的主权 能够宣示上帝的 如何面对这个外国 面对不同上帝的文化 一个天赤 那么说 众多的联统的合适 应对外国 都统着这个学者的文化 属带来的 我们是国内工作的朋友 他在联统工作的朋友 有什么人说 有什么人说 十个班国内的人 十三个都有外遇 十个回去 那里工作的 十个都发生了外遇的问题 我不知十个是哪个人 不知道 第十一个是什么 但是非常严重问题 但是问题严重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问 我们说上帝 这个时代 上帝给我们的主义 给我们的主义 有什么意义 我怎样不认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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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样在这个地方 主持上帝的政策 甚至不认主乎 真正是家庭主婦 请问 是否为上帝做的制裁 是否为上帝 祝请他家里人家 为家里人道 在这种家里人家 都不认为 为严慎严慎道道 上帝在我们 给他留在这个时代 上帝让我们活在这种 总有时代的军事 总会有时代的挑战 假如会被拥抱 假如我们 我们以上帝 颜慌的这个时代 不用上帝的眼光 为我们的时代 我们就跟世世时代一样 那时以色列人当中 没有王个人任意 但是以色列人 并全身全意 上帝为神 不认为他们 没有全心全意 以上帝为神 我们都要回答 重新变化 重新借于我们的既团 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希望我们 听听这个社会上面 我一个当我们看到社会上 很多不同的挑战 当我们知道 上帝永不改变 上帝永不改变 他立约的事情永不改变 他立约的是永不改变 他是世界的中国的主才 他是全中国的主才 是全帝的主才 他立约的是永不改变 他立约的是永不改变 他立约的主才 究竟哪里有他的目的 用神的希望 用神的眼光 用神的眼光 去回应这个时代 翻面世世纪 带你我们 爱你我们 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甚至最后的感慨 正确成为我们的借镜 天阳以上来 我们上来 怎样以上帝为上帝 我想解决一个问题 我想解决一个问题 弟兄姊妹 我想请问你 我要问你 你恨不恨在这个时代 以上帝为上帝 你肯不肯在这样的时代 以上帝为你的上帝 全心全意 以他的眼光 你的社会 全心全意地 以他的眼光来看这个社会 依旧好 在神的感动之下 在你深处的环境 后面内的公司 等于在这个公司 你的学校 你的行业 为主祝自己 谢谢